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TJ Abel 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的usage of 不 没 你吃饭没有 你吃饭没 你不饿吗 How to use 不 没 What's the difference OK Let's go 你去过北京没 我没去过北京 没 这个是objective 这是客观的事实 我很忙 不去北京 这是什么 subjective guess 我不去北京 I don't want to I have no time 我不去北京 I don't want to 我不想去北京 你去过北京吗 去过 没去过 这是objective guess 你吃过早饭吗 吃了 没吃 吃了就是吃了 没吃就是没吃 每一家动词是否定动作已经发生 用于过去 用于过去 客观叙述的一句 过去的 或是现在的 我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我没有去过 没有吃过早饭 树叙述的 树叶红吗 很红 很红 不红 是我主观认为的 subjective opinion 那 我们来看到 他高兴吗 很高兴 不高兴 不加形容词 不 adjective 是否定性质 或者状态 你喜欢理由吗 你喜欢理由吗 喜欢 不喜欢 你想去参观博物馆吗 想去 不想去 否定主观愿望会判断的 我记住这个区分哈 不 叫web 是什么啊 subjective guess wish or opinion or judgment 我们来看到 用不或没改写句子 好 改写句子 昨天晚上 我去小王那儿 昨天晚上 我没去小王那儿 是过去的 事实 苹果很甜 很好吃 苹果不甜 不好吃 I think it's not sweet 苹果不甜 不好吃 ok 我想去那儿 参观 我不想去那儿 参观 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出去玩吧 今天天气不好 今天天气不好 我们不去玩 就待在家里 今天天气不好 我们不能出去玩了 ok 他们的 他们的 difference 大家明白了吗 the difference 苹果不红 我觉得不红 苹果还没红 现在 或者是过去 现在还不红 没有红 现在还没红 还没熟 水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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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水没乐 水没乐 这个是 事实 水没乐 承受这个客观 事实 ok 水不乐 怎么洗澡啊 水还没乐呢 再等一会吧 上午的考试难吗 不难 还不难 今天冷吗 不冷 不冷 都是什么 subjective 天黑了吗 还没呢 还没呢 这个呢 是 现在 一个客观事实 objective 蛋糕 蛋糕可以吃了吗 还没好 还没好 再等一会吧 ok 爸爸不抽烟 也 不喝酒 就是wish don't want 或者说 是主观的 主观的 他每天早上都不吃早饭 主观意愿的 南方的冬天往往不太冷 他总是马马虎虎 不认真 ok 这个呢 不 这里表示什么 否定的习惯性的 规律性的情况 一般 想成了 hobby we used to do something right used don't do something don't used to do something sorry 想一想 说一说 你喜欢的事情 不喜欢的事情 我喜欢 看书 不喜欢 打游戏 我们来 我喜欢 喝茶 不喜欢喝咖啡 我喜欢吃水果 不喜欢 spicy 辣的东西 ok 我喜欢漂亮的衣服 我喜欢唱歌 我喜欢跳舞 我喜欢理由 我喜欢看电影 我不喜欢逛街 really 我不喜欢上网 我不喜欢早起上街 yeah 我不喜欢上班 yeah yes 我不喜欢理由 你们打算毕业以后 就结婚吗 不 不马上结婚 先是自己的 主观的 ok 结婚 三年前 我们钱不多 买不起房子 他们过去 他过去 不是我的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 也不 现在也不是 以后也不可能 是我的朋友 那这个不呢 是用于过去 现在 将来 他都可以 那没呢 是不能用于将来 嗯 我去 你看一下 现在将来 那这个 没 是过去 现在的情况 不呢 是现在 将来都可以用的 以后也不可能 是朋友 生气了 OK 我们来这个填空 你不了解 就不要 乱说话 我找了他 一下午 一直什么 没找到 过去的 客观的事实 上次请他 他都 没来 都没来 过去的 这次请 这次 他当然 更 这次 没请他 这次没请他 已经 过去的 没请他 这次 也没有请他 客观事实 他当然 更 不来了 不来了 将来不 对不对 Future 昨天晚上 没睡好 昨天的事情 没睡好 已经发生了的 今天 不想 去玩 主观的意愿 对不对 as objective a wish 今天不把作业写完 就 不能打 买买球 今天不把作业写完 都是 talk about future things right 他没 把球踢坏 把鞋 踢坏了 过去的 相机 没 被小王拿走 在书架上呢 一天 不给 父母打电话 他们就会 担心 这个是 used common 对吧 不 没 把 给 被 这样的一个 structure 对吧 我们来 不能看到 不能看到 没能看到 不会说 英语 这个呢 不 或者说 加住动词 没和能 有时候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 不能看到 没能看到 不会说英语 这个就不能用了 不该去 不可以用 不愿意走 那 不没 这样 能愿 能愿 动词 我们看到 The mistake correction 我上个星期 不来上课 感冒了 这个是客观事实 我们用 没 上个星期 没来上课 感冒了 他昨天 把作业 没写完 他昨天把作业 他昨天 没把作业写完 这个没是放在 把 前面 对吧 pervisions 我一次 也没去过 北京 了 我一次 也没去过 北京 乐是已经完成了的 这个词语 所以不能用了 乐 比如说 我去过北京 我昨天去过北京 我去年去过北京了 是去过 没 就不能 就不能用了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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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星期 我常常没吃早饭 上学中学时 我常常不吃早饭 是什么 Ujual hobby 对吧 OK 我们用不停控 你怎么还没早呢 还没早 就现在 去晚了 人家会不高兴的 这个菜 一点而也 不辣 我没生气 只是心里 有点而不舒服 妈妈的病 还没好呢 不能停药 不能停 OK 不应该放在哪里 最合适 他很骄傲 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听说今天足球赛的门票 不贵 not expensive 李老师说今天晚上 不给我 打电话 不给 不备 不把 不备 你不应该买这幅画 不应该能言动词 对不对 不应该 我们来看到这个改错 我把这本书 还没看完了 记得 我没把这本书看完 好吧 我起床了 我起床晚了 不吃饭 就来学校了 这个呢 就是已经发生了客观的事实 我们用没 没吃饭 就来了 就来学校了 来中国以前 我 没会说汉语 是不会说汉语 OK 来中国以前 我不会说汉语 这次 他没参加 听说下次 也没 也没想参加 他 这次没参加 听说下次 也不想参加 大家记住呢 不和没 简单的 就是客观 发生在过期或现在的 我们用没 如果是发生在未来 或过去现在 主观的 我们用不 简单一点 just simple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不 表正吗 否定主观愿望的 他不想 不愿意 不想去上课 否定性质和状态的 天气不冷 他不胖 习惯性的动作的 他常常不吃早饭 就上班 那 不呢 可以用来 用过去 现在 将来 昨天不想去 今天不想去 明天 也不想去 也不想去 就是这个 simple sentence OK 然后 没 没呢 表示什么 否定客观事实的一个发生 the objective case OK 他没去上课 否定状态的出现 水还没热 苹果没红 那 没呢 不能用于将来 明天也没来 嗯 that's no force OK 那 课后的任务 用不 和没 说说你不喜欢的事情 和没有做过的事情 那 我不喜欢吃甜食 我没去过 非洲 just like this sentence OK 嗯 这是相关的 expansion 那 我没有 去银行取钱 我没有钱了 它一样了 嗯 我没有 这个是什么 嗯 嗯 刚才我们学到的 at the web 对不对 去银行取钱 我没有取钱 嗯 这个是 复词形容 这个取 啊 我没有 去银行取钱 我没有 钱了 这个 我没 这个是 复词 verb 有 我没有 don't have money 还是不一样的 OK 没有 just mean not here is just mean not 我没有 去取钱 嗯 我没有 钱了 I don't have money 嗯 这不一样的 两个意思 OK it's the lesson today are you any question comment below and i will reply when available OK I'm TJbo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 bwd6 感谢观看